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自订App的排列方式 自从iPhone加入了Widget 也就是桌面小工具以及App可以换封面之后 它的桌面真的可玩性变得非常的大 我前面已经拍过好几部要怎么换App的封面 或者是好用的Widget分享 今天算是一个进阶版吧 这也是一个被问过很多次的问题 就是桌面要怎样排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会按照原本iPhone 就是一定是由上由左到右的方式排列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要怎样把App排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那开始之前呢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教学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按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喔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下载今天会用到的App叫做idget 就是这个黄色的App 那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个App它没有名称 原因就是因为每一个桌面小工具 加到你的桌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名称 那看了就非常的碍眼 那这个App其实我之前就已经介绍过了 但是当时它的名称还是留着的 那那个时候只要你用这个App 加入大量的图片到你的桌面上 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 就非常的臭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多加介绍 那今天就是一个升级版 那现在的版本呢 它已经把这个名称移除了 所以桌面看起来整个就非常的干净 那这个App的功用就是它会把你的背景图片 切割成不同的大小 看你是想要一个App的大小 或者是你想要一个小Widget 或者是一个中Widget 甚至是大Widget它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像是这一页呢 我就是新增了上下两个中的Widget做出来的 那如果想要用自由排列的方式的话 它就是用截景 然后把封面换成跟背景图片一样 所以这些空格呢 其实都是没有名称的书签 那现在呢我们来下载这个App 首先到你的App Store 寻找Widget 它的名称是YIDGET 那下载完之后呢先不要打开 我们要来做一个前置作业 那这个前置作业呢 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已经设定好的桌布 去拍一张干净的萤幕截图 原因是因为iPhone会自动 把你的桌布颜色加深 所以用萤幕截图的方式 就可以避免掉这个色差的问题 设定背景桌布就是在设定里面 然后里面有一个背景图片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照片换成你的桌布 先长按空白处让它进入走动模式 然后滑到最后一页 它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嘛 你在这边拍一张萤幕截图 那我们现在呢打开YIDGET 进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接下来按一下下面的制作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去选一下你刚才的萤幕截图 进到这个画面之后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下载键 然后就写保存桌布到照片吗 你就按保存 那接下来呢你就想一下 你要怎样排列你的桌面 如果你是想要2x2的大小的话 你就直接去用WiGET就好了 你就不用另外下载封面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自由排列的话 我们现在就要来另外下载封面 然后再进到捷径去制作书签 按一下这个图片 右下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选保存才切过的图片 然后拉到最下面 你就会看到这个很多的icon 它就是你桌布上面 这个切割过的图片 那你就去想一下 你想要怎样排列你的APP 然后剩下的部分 你就去选取这个图片 例如说我想要把APP 都排在中间这两个支条的话 我icon就要选旁边这些 我没有要放APP的部分 这些选好的部分 最后就会跟你的桌面融为一体 它顺便提一下呢 如果你是免费版本的话 你最多一次可以下载三张 然后它就会进到广告 所以我后来就受不了 我就直接买付费版本 那付费版本是130台币 那选好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右下角的下载 然后选保存 那现在回到桌面呢 如果你是想要用Widget 也就是桌面小工具的方式的话 你就长按桌面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加号 然后找到这个Edge的标示点进去 那你就可以新增小中大的尺寸 那我们现在来新增看看一个小的 加入之后呢 你就把它移到你想要排列的地方 例如说这边好了 你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再长按这个Widget 点选编辑小工具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选择它的位置 那我现在这个位置是中左嘛 你就按中左 然后这边URL 其实你是可以新增一些网址 或者是App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Widget 连结到一个App的话 你这边就先打你App的名称 那非常可惜的是 它好像没有办法连结到中文的App 所以要打英文 例如说我现在打Instagram 然后后面要新增一个冒号 然后斜线斜线 然后按Done 这样就设定完了 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它已经跟背景融为一体了 那同时它也是一个书签截径 我们点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它就是会跳到Instagram 那有时候你第一次打开这个连结的App的时候 它会问你要不要让Edge取得你的App 你就选允许就好了 照理来说它就不会问你第二次 然后这个Widget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没有办法制作中间的2x2的Widget 一定要用书签的方式才有办法让中间这两排中空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要怎样用捷径来新增自由排列的背景书签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来先整理一下我们的桌面 因为我们刚才下载的封面有12个 所以你桌面上最多可以容纳的App是12个 所以我们先来把它整理一下 那我们现在整理完了 下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把这一页 变成你所有页面的最后一页 那这个步骤要怎么做呢 就是长按你的桌面 然后点选这个点点 然后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要把这一页设成最后一页嘛 所以你这一页就要取消打勾 这一页就会隐藏起来 然后所有新增的书签都会进到 你这个想要排列的页面 不然如果你这边没有打勾的话 你等一下新增的所有书签 都会进到这一页就很麻烦 再按一下完成 然后现在呢去找你的捷径 捷径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就到这个App资料库来寻找 如果再没有出现的话 可能就要到App Store去下载捷径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打开捷径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今天呢 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用写 我们就直接按一下 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捷径名称呢 就复制贴上一个很像空白的文字 我会把这个文字放在说明栏 或者是留言区 你们可以去复制 然后贴上 接着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个动作是为了要储存这个名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按一次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按一下加入主画面 你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复制的那个空白文字呢 可以让这边变成空的 那这个文字呢 跟你平常按的那个空白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打空白是没用的 那在这边呢你就按一下这个图像 然后里面就选选择照片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你刚才在EGIE下载的 12张这个icon的图片 我们就要新增12次这个icon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新增第一张 然后按选择 然后再按右上角加入 那现在我们已经新增好第一张图片了 就是它会是你背景的其中一部分 那等一下全部新增完之后呢 我们再一次来排列这个 很像拼图的背景书签 那我们再回到捷径的这个画面 再按一次加入主画面 然后这边再按一次这个图像 选择照片 然后新增第二张照片 然后按选择 然后再按加入 然后这个动作呢总共要重复12次 就是看你桌面想要自由排列几个空格 你就要新增几次 那我刚才其实已经有新增过好几页了 我觉得这个时间没有花很久啊 大概5分钟可以完成 那你要注意一下 你现在已经新增到第几个 不然有的时候 你忘记的时候就会重复新增或者是漏掉 那现在我已经新增了12张 这个刚才下载好的书签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APP是中间这两排吗 所以这边两排其实都是这个书签 然后我们要来对这个位置 这其实还蛮好玩 就很像拼图 就是你要看这个颜色 它是配在哪里这样子 然后这个排列方式也要由上到下 因为如果你是从下面开始排的话 你上面动的话它又会跑掉 好的 那我们现在排完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整齐呢 这样子之后如果你想要换成不同的桌布啊 例如说毛小孩的桌布 或者是跟男女朋友桌布的话 这个头的部分就可以把它设成这种 跟背景融为一体的书签 那这个书签本身呢 它也可以利用捷径的方式 让它连接到不同的APP 但是那个部分可能就有一点复杂 就要去看我怎么换封面的那一集 会比较清楚这样子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设成 就是整个桌面都没有东西 但是其实它可以点得进去这样子 因为现在用捷径换封面 也不用再跳入捷径了 所以真的可以这样做耶 就是你可以把桌面设成全空 然后其实可以点得进去这样子 那这样整体用下来呢 其实也不用花很久的时间 大概5分钟之内可以搞定吧 除非你EGGI那边是用免费的版本 可能才要花一点时间去看那个广告 所以后来我就直接买付费版本了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背景的书签 做删除的话就长按桌面 让它进入抖动模式之后呢 按一下这个-号它就可以删除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 我们自由排列桌面的教学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呢 或者是你在设定上面遇到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哟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换APP的封面的话 也欢迎参考我其他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教学的话 也欢迎给我一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精彩的内容哦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AppleMade123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